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那个版本剧本都一样 出了一个官员以后 然后大家往后挖 说他讲过非常廉政的话 要从我做起 一把手要负责等等 刚讲完之后第二天被抓走了 这就觉得这个太没意思了 剧本太雷同了 2015年中纪委告诉你 我给你一个新的剧本 所以杨伟泽出来了 杨伟泽出来以后你发现元素非常多 你比如说这个居然跟京东的奶茶联系到一块了 说这个刘强东为什么跟奶茶 一次分手了 你觉得的原因是什么 听说了吗 什么原因啊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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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说这个这个奶茶的爸爸 也在这个搞搞一些项目 这个项目可能跟杨伟泽有关系 奶茶们也加在南京 导致你看这个现在美国投资者都非常关注这个事 说呀这两个人分手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到底是个事吗 那个不知道 那你一个问一下 又转到八卦里去 不要转移重点 重点是奶茶的爸跟杨伟泽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至少看见这个刘强东出来澄清 说这个媒体分不分手 就是说跟什么某干部被查 毫无关系跟什么什么什么三千万分手费 哎呦 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越是来强调说没有的东西 越是有可能发生 对吧 那赵北山呢 赵北山我们不知道啊 赵北山出来了 赵北山出来了 说这个哪20吨黄金呢 我早上起来L5才找呢 有我都给大家分 你这 你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事情啊 我就觉得啊 今年我学会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不是令计划 而是看不懂 看不懂 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看不懂 你知道就是很多的事情啊 这个不知道是怎么一个节奏 哎 你看去年的冬至夜 我现在高度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 叫侠客岛 人民日报 海外版微信公众号 这个侠客岛写的这个文章啊 我上次咱们就讲过 非常有意思 想做本身 既有个人写作的这个文采 或者抒情 但是呢 又有一种感觉危言感在后面啊 那你看 我就看他写冬至夜讲令计划 嗯 就是说哎 徐老师你上次我们做节目 你还担心 就说这个事不能说 现在能说了 嗯 就公开了 就是 亲生儿子 在北京出的那个法拉利车祸 车祸 一死二重伤 俩女的据传是女的 一山不整 然后就在第二天 关键词 神色如常 参加这个党和国家的会议 对 我去 后来有高层就说 这没人性 谁没人性 就是讲令计划 就是说这个儿子这个事情 这么弄了以后啊 就后来 当然我们知道牵涉一系列的政治 政治交易 但是另外有有高层就说 一个人怎么可以做到这样 对 就是自己的小孩事情 就是拿来 不需要 对啊 那还能怎样呢 但是 其实 不管怎么样 我就讲这个事情啊 不管怎么样 车祸总是不幸的事情 对 对不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怪车祸这个 其实没什么意思 这个上次 我们说 我说三个人不知道怎么做 我讲的是这个位置怎么做 结果有网友跟我发过来 你的这个 做事情的做 说 说 邱老师讲三个人怎么做 他们都笑喷了 我没讲过这个话 我讲的是位置的意思 那个跑车不是这两个位置吗 三个人没法做吗 对 对 你其实这个观众提的更好啊 对 看来他们深入到问题的核心 问题是这个法拉利这个车 是谁送的了 是现在也出了马的 太原的原市委书记 送的这个车 钢铁公司 没得带 是吧 对 然后呢 出事情的女的呢 家里呢 又收到了来自于石油集团的 巨额的协计 那石油集团又怎么会来 来帮助掩盖这个事情 所以呢 线索就 购过来了 对吧 蒋介敏 周永康 是吧 这个事情 杨卫泽也是跟周永康有关 其实你看中国 在 在在 在考古这一方面 做的挺好的 怎么聊到考古了 因为这个事需要考古 就是你用考古的逻辑 去挖掘的话 一件一件都能挖掘出来 那么把这个故事列条 再列成一串的话 然后告诉那个编剧 这个编剧根本不用再去 想发设法 加一些情节 都特别好看 到现在为止 我们根据这些 这些公开的线索来看的话 发现后面还有很多 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年底冬至的时候 那是一个大戏 把所有人的想象 对演绎出来了 对 到2015年 杨卫泽 又给大家奉献了一场大戏 当然有 有些官员 你刚才说杨卫泽这个剧本 怎么就跟以前的不同 那第一个就这样 你看那个中纪委 在这个同志 把他双规了的时候 第一次给配了简历 这个别人都没享受过 所以为什么 你说他为什么要给他配简历 为什么呢 那肯定告诉我们 强调他在无锡的这一段 告诉我们大家 你看看 你们看在简历里边 能发现什么吗 然后我们发现 对 你看他的这个 在无锡 在苏州 然后等等 大家发现的简历是什么 就是说 他那个客 他的同伴 对对对 他跟他的那个搭档的 搭档怎么全落马了 对啊 跟他搭档的 基本上你看 基本全被抓了 对啊 然后他为什么被抓了呢 又被他的搭档的老岳父 告状 那老头子退休以后 啥啥都不干了 呃 女婿 你讲的是纪监业 纪监业 就那个市长 对 纪监业被抓以后 老岳父就把办公地 搬到北京了 那每天到中纪委去上班 去上访 上访 最后 最后有结果了 而且杨卫泽特别有意思 你说他雷同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就是大家一而再 再而说他要落马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凡是摘上传言的 只要认真办 独机不能给拜了 你看 你看以前说的是 按照记忆方式办 然后说清澳会以后 说要拜他 你看后来也没办 结果有十多天他不见了 不见以后呢 然后别人说 谣言说他肯定被归了 结果他在井高山什么 盖部学院学习 发了个短信 告诉你 网络非常险恶 比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还险恶 比日本鬼子还险恶 等等 然后告诉你 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办 完了以后 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义事好官不容易 叫什么什么 这个做官不欲 是应有之义 等等 告诉大家 我还没事 但是最终还是没躲过 在大家不经意见 然后出事了 所以我觉得你看他 这个配上简历以后 我们得挖掘 他为什么 现在他跟娱乐界搭上钩了 娱乐界 那哪场肯定娱乐界 对嘛 跟那个跟京东也挂上钩了 又跟康师傅也挂上钩了 说这个康师傅称赞过他 这小子不错 为什么 把他老家搞成了一个明星聪 对对对 所以有没有跟周永康家族 在无锡的时候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现在研究观察的人 首先应该研究这个简历 为什么中纪委给他优待 配了一份简历 想告诉我们什么 张明的总结 总结你想看不懂的事情 这个人带教授张明 他说路面是没有用的 以前如果人家传传传说 谁说有问题 他隔一阵就到什么地方 来参加一个不大重要的活动 然后就有一个明显的报道 他们说这个 或者是在重要的杂志上 发表一篇文章 他说现在路面没有用了 因为另计划 没久之前就在求是上面 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求是是非常硬的杂志 相当于两博一刊 刚发表文章 过几天又出事情了 路面没有用 但是什么事情是危险的 就是你的周围的人 你的下属 你的亲人 你的子女被调查了 危险了 所以他们有的人说 过去是叫株连九族 现在是被九族株连 反过来了 就是周围的人有事了 你也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要有这个 我们比如说 我们预测下一个是谁 这个似乎有线索了 谁啊 看看周围人有没有出事 然后完了以后 我们再去研究 会是数 我这脑子转不过来了 脑子转不过来了 我觉得这样的 就是你现在你看 这个大多数的 其实这个中纪委打 魏维债打得都特别好 对 先把那个皮儿吃了 然后慢慢的再来 吃中间那个馅 所以现在看看皮 哪个地方 能不能就是 让老百姓点 点谁 纪委就查谁 那就是武则天当初的做法 武则天就设立了一个东西 一个罐 让人家去告 告中的话就升官 告了很多人 雍正后来也是这样 现在中纪委是这个措施 到了一个地方都公布 所有的电话 老百姓可以举报 是不是 咱们先去一眼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现在 就是特别研究这个心理学 我就觉得这些个官员 他这个最后是怎么样的一种挣扎 就是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以前的都可能就获取于消息 你完全不知道 一下就把你拿了 这个你可能一年 你都在想着 而且你比如说 我记得郑永康也是 就是风传说要出事 然后他要求参加活动 对 就是我要露面 对吧 而且尤其是你看有关部门 有关领导 你要露面 我要准备办你之前 还让你露面 你说 而且露得很正常 露得很正常 让你发表文章 让你露面 你说他这个 咱永远不知道 他们说一个故事 我也不知道他们真是假的 就是说领导在开会 就突然秘书进来说 中纪委有人来了 那么就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大家就很紧张的坐在那里 然后中纪委就说 谁谁谁谁 我们要调查了 结果呢 当场就把那个调查的人带走了 他们一离开房间 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说了一口气了 这个谁呀 这个这个杨卫泽呀 就是下午还是中午在开会 对 接到一个电话 是省委打来的一个电话 也是秘书进来 接一电话 说让他赶快去 省委就会议暂时休会 他就去 这一去 那没再回来 而且你说剧本 这要不说 我说你说马年 你不信不行 他是第一枪 人家南京当地 就有人议论 跑马拉松 2015年 他开了第一枪 2015年1月1号 他是领跑的 他开了第一枪 而且他领跑 当时人们就说 说这个元旦第一天 你开枪 而且你就是领跑 果真他就是2015年 升仙四祖 领跑的 就是叫什么 副省级吧 他算是 副省级的这个官员 哎呀 所以这个现在 我觉得 一方面我们看不懂 另一方面 似乎这个逻辑和线索 越来越清楚 也就是说 没人立位 你感觉所有的 只要与传说有关的 最终都会给你做事 而且你讲 每个人挣扎 我曾经想过 我说这个 谈官的这个心理 是怎么列成的 因为一般人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 要是把新闻联报 调出来 你看那个令计划 那个脸色 从来都是一样的 对 对啊 儿子出事了 真是 对吧 哥哥被抓了 一样 兄弟被抓了 一样 所有的人 好像都跟他们 有任何关系 这个非常难得 我觉得我们这个 中国人的心理素质 如果说 独跟我们的 谈官一样 看齐的话 中国人的反正常 也太强了 而且你想这是什么 我有时候假想 要是我的话 那真叫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这个杨卫泽 所以你大不了 他在这一两年内 两次要出国 还是出境 就一次是到台湾 一次是到哪个国家 就正常出访 但是都没批 那么你想 其实心中有点素 对 你没批的时候 你还是当着 这市委书记 可你这心里 这得多大的折磨 这个实在是 不过效果 目前来看 是挺好的 就是这样的反腐 第一 在老百姓心目当中 形成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地位很高 你犯了错 也要受到惩罚 你跟出租车司机谈 你跟一般的老百姓 他们不知道那么多内幕 他们就是很好的 第二 从这几个人来说 我说实际话 我说不讲 观面的话 就从个人来说 我觉得那几个人 也是我印象非常不好的几个人 就这几个下台的 你还真 这个令计划什么 但是我也有个疑问 这个疑问就是说 大家这么支持 说明大家真的是相信党 相信纪委 因为作为党内的纪律处分 这是很合理的 但是如果说 从司法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常识都知道 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 这个人只是嫌疑犯罪 对 只是犯罪 但是现在基本上 大家对这个纪委的相信程度 就已经到 只要你被调查 我们都已经假定你是坏人 你是犯罪 于下来 我们都在演绎他的情节 而且实际上我也相信 我也这样 我也觉得令计划 这个不对 徐才厚这个钱这么多 周永康这个不对 但是你从程序上来讲 也许作为党员 是应该纪律处分在线 对不对 但是他们都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只有薄熙来进入司法程序 但是大家就没有一点觉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第一 我一点都不同情的几个人 这要再三说明 但是第一 他现在说的都是党纪 你先违反党纪了吧 然后移送检察机关 调查你的问题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党员 但是我们也都以党内同志的心情来觉得 真不像话 这个党员 就你不说别的 你通奸你就违反党纪了 他可以说你涉嫌违反党纪 再有一条就是什么 我跟你说 这个量级的人物 他只要公布消息 基本差不多 我认为你就是台湾的陈水扁 十南九文 检方提起起诉的时候 台湾人民也相信他就是这样 用不着判 基本上十南九文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现在比如说 这个纪委做这事 我们当然把它总结叫双规 那事实上人家讲 我的做法 我没有限制他的自由 他这是听党的话 你在这边待着 你是作为党员 服从党内纪律 而且他一直 还没有送司法审判 党意高于国法 那你现在违纪了 我来调查你的问题 他的标准比国法更高 更高 更严 我来调查你的问题 所以等到司法程序的时候 他还是有律师来帮他辩护 就像薄熙来这样 对不对 说我这个不知道 我老婆跟人家同奸等等等等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党 这个党这个词啊 这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啊 他是在革命当中形成的一种 在长期战斗当中形成的这么一个组织啊 因为要真的按英文的那个定义 我看美国的那个所谓党 那个party 他真像个party 他那个东西 俱乐部 对 甚至于你可以 他得他也谈不到信仰 你可以信上帝 对 但他只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对吧 他跟咱们这个党是完全不一样的组织 咱们今天继续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党可不是party 对吧 你入党 你不能感觉像加入一party一样 这个党有严格的纪律 对 而且是你看 一旦你出问题 就立即让你变成群众 到群众里边去哄 可以出导致 对啊 这个群众有意见啊 说什么什么查的人都推到我们群众这里了 群众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 对 那个周永康是什么性质 对 叛徒 周永康上升到 他现在当年说是谁 向中发 对 顾顺章 把他往这个性质列 他现在最叫人琢磨的一条罪行 就是说泄露国家机密 所以这个大家现在在估计 其他都搞定多少钱了 到关系了 关了 都搞得清楚 就这个泄露 什么国家机密 还有一个 在调查中还发现他的其他犯罪线 这也是很有名的 所以有很多传说 这老婆怎么死的 大家所有的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这么一个高大上的人物 居然干了 居然干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 那违反政治纪律的事 他也干过 泄露国家机密那么高端的事 违反生活纪律的事 到下到上上下下 他啥事都干过 生起的所有的器官 他都用上了 这个我觉得非常难得 你感到非常嫉妒是吗 对对对 这个所以 他如果回到人民穷众里边来 人民穷众 人民穷众也受不了 我那天还看见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讲的什么 他就说 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 现在进入一种什么呢 信仰前 就是说过去 中国曾经有个英国公使 曾经叫什么马盖尔尼 马什么尼 他曾经观察清末的中国社会 他说他说这个中国人信一种教 他们信这个当官教 就是你看啊 信当官为宗教啊 他还保 他可以连接 因为他要证这个清史留名 他要往上走 他要往上走 他叫光宗耀祖 所以他不必然要成为这个贪官 但是呢 那篇文章讲 现在有些官员 他连这个当官的教 光宗耀祖啊 清史留名这个信仰也没有了 于是对他来说呢 就是钱 就金钱和色 性和钱 对吧 money and sex 这两个 而问题在于呢 这个社会当中也有一种风气 这种风气就是大家伙也看这个 那天我看李敖在微博里说一个 说现在中国就是什么呢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 就是说信仰你有钱 你有钱 你就本身就牛 哎呀 所以很多人 就是说看到这种贪官的这种消息之后 他心里涌现出的一种什么呢 就是什么你都得着了 对 他是这么一种心情 你全得着了 女贪官也有男人 这个山西两个女贪官嘛 人家也通奸 对吧 什么叫人家也通奸 对 女的也通奸 这个也通奸 对 美女的怎么通奸呢 不是 那女的找的不怎么低 我看 就是然后 然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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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奸 所以你看所有的到最后 只有两个就是钱和色 当官也是为了钱 也是为了色 女的也是 所以我觉得一百年的中国人的信仰 有变化 有变化 以前是当官 中国人的有信仰 对 官就是信仰 对 那么后来变成钱 再加一个色 所以中国人也在进步 官员的追求也在进步 但是我们在想 到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经常想不清楚的就是 徐才厚 你在军队里边干到最大 哎呀 真是 党和政府把所有的都给你报了 包括你 你家里边每年出去旅游 那不用你花钱的 你想吃 想喝 想玩 全都有 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钱 我就看了一下 网上有一个 他家里的那个照片吗 那个照片不是写的是 这个有全是那个翡翠什么 装饰的 不是 你又不敢给人看 你要他干什么 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刚才讲的 被九族租连 就是说你当官这个人 也许是还是想做官 但是你周围的人 你的子女 你的亲戚 你的亲戚的亲戚 什么好朋友 他们都要做生意 他们都会借着 说你只要做生意的人 只要知道 比方说现在知道 你是某一位正国级 副国级的什么人的女婿 你自然生意就来找到 我下一辈子 所以 所以这个人 真的在官位上 这个人 有时候他有可能是身不由己 因为你执予总要报答 但一旦这些事情 一旦有了以后 他也是一种权力的标志 比方说你 你说你儿子不该做生意 他想的不是我儿子该不该 他想的是 你跟我过不去啊 你等到我儿子头上来了 你 你无锡这个村庄里 不能修永康大道啊 你不让杨卫泽修永康大道 一个电话打过去 中央看下 你这不是来跟我过不去吗 为什么我不能修永康大道 对不对 权力 所以一方面是金钱 我觉得最核心的 你解释 还是一个权力欲 这个权力就 人到了有这个权力的时候 他不允许人家来挑战这个东西 但是我跟你说老哥 咱们俩要不是都是草根新生 我给 我想的跟你一样 我就认为你像徐才厚这样的 你知道 他没必要 他真的没必要 钱 你看他自己不可能不知道收这么多钱吧 可是他到三亚玩 他这个级别的 不管是看病还是到哪 那都是 应有尽有 对应有尽有 你说这个权力的满足 我跟你说当清官也有权力的满足 就是不贪钱 你知道平常出去 这千呼后拥的中国这个官场文化 那就是你能够得到极大的这个 身为这个这个这个高官的这个满足啊 那么你 你要这个钱干什么呢 但是保卫啊 清官的满足是我 人家尊敬我啊 但是你这个贪官的权力的满足 就是说 这些人是我的人 我帮了这些人了 他们也帮我做事了 你今天要弄这些人 我要保护他们 他这样来显示他的权力 不对吗 有很多人 你知道你一个人做成事情 一定是有很多人帮的 你要记住一个官员 他能上去 上上下下是有很多人帮的 所以他到了这个位置上 他要报答 他也欠下面帮他做事的人的一份情 你没好处 人家跟着你干什么 人家帮你做那么多事情干什么 上面提拔我的人 我怎么报答 所以他们没底的 徐才厚他需要花钱吗 他拿那么多钱需要花出去吗 他不需要花出去 他当初怎么上去的 他当初怎么上去的 一定要问 所以大家都在问 但是他到这个位置以后 然后再去愣那么多的钱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现在就是 是不是 我们现在讲 真的 我觉得他们都是病人 我有时候真的很难用正常人的心态去理解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那个周永康 对吧 据说也有很多钱 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到最后成了一个什么呢 成了一个就是那种 那种那种很变态的欲望 我要把这种欲望 我认为不是 就像有些贪官搞一百多个女人 那天我学过一词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本身遏制不住这种欲望 不 我觉得是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 绝对使人腐化